接下来大家随着这个静态代码块的出现 就给你们说一说在面试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小内容 这个内容呢是这样的 老师为了方便与演示 我干脆再写个Person 今天跟这个Person标上了 好吧 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呢 干脆就来个内容 哎呦我也咱那写了 来一个叫做Person 这里边呢叫做 死郡内母啊 然后呢叫做这死点内母等什么呀 内母 这叫做有的人一出生就有姓名 可是有的人怎么样啊 一出生这个名字就有个默认值叫做baby 能听懂吗 啊必须的 然后呢这个我也不再废话了 这个静态码块这个时候得先注释一下 这代码我也注释一下 这里边搞几个人对象出来 简单演示一下 这个P等于NU一个Person 啊这里边是空的 那PersonP2就等于NU一个Person 那 他们呢还能顺面干嘛呢 说出自己的美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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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内部吧 嗯 还行吧 这怎么还这么大一样 这就要靠谱一些 P1.4P克 P1.4P克 P2.4P克 哎 OK了 那 来看一下吧 清平 加上C StaticCode Demo.加上边 黑 深写错了 然后呢 来一个StaticCode Demo 嗯 哎哎哎哎 我得传直啊 我最喜欢忘彩 你看 这多恐怖 哎呀 更恐怖了 什么东西呀 这个 不行了 这个干到这种点状态也是不行了 嗓子疼得要命现在 现在不是水的问题 不是饿了 是糖 直接来两片消炎药 啪 我说虽然要直接激光卡卡两下 对吧 就把这个 那大家 这哦呀 哦了 那 到这就搞定了 那搞定完以后 老师说老师 我们有一想法 为什么呀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 老师在各路道函数里边 往往是不是只在对成员面量操作 是吧 说老师 各路道函数用来吐槽成员面量的呀 其实不是这样的 懂吧 各路道函数是不是也能够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 就是说 你对象一创建 你只要具备这些内容 那都应该定在构材数里边 比如说你的属性有自己的值啊 比如说你想做一些动作呀 是吧 都在这边定义 那老师有什么动作呢 举个例子吧 你认为孩子一出生怎么样 哇哇的这样 哇哇的 是吧 那可不不 哎 这个形象嘛 这个是不是人一出生的话会做的动作啊 都是这样的嘛对吧 你管这种名字 还就哇哇就开始哭对吧 那统一的嘛对吧 那大家我们看一下哈 这个是不是这样呢 编是这样吗 编形 你就这样呗 那可不就这样吗 是吧 就咔哭了嘛 哭完以后呢怎么样啊 叫他 这个是baby 啊 那哭谁啊 那哭是网牌 可以吧 OK 然后那个 反正我发现没有 是代码从不哭 从不吧 哭不就一个事嘛 那怎么办呀 为了提高代码的那个什么呀 那个那个 从容性 咱们说封装起来呀 他不留在地怎么样啊 知道crime 这对吧 crime一下嘛 诶诶诶 啊这呢 crime的话来谁呀 找来个网网的嘛 懂懂吧 这就不要了 这干嘛呀 crime嘛 这也可乱嘛 这样明白了吧 那简单那么多了吧 对吧 封装嘛 咱们大家这方法 供应该私有的呀 有个人说私有的对吧 就是给大家方法服务的嘛 但是我建议你的功效出来 没什么呀 因为这孩子出生的时候哭 以后就不哭了 是吧 不一样哭吗 对吧 为啥呀 家老师学会 怎么哭啊 对吧 那孩子得哭啊 但是哭哪有个功能啊 所以是吧 哎 就什么样啊 你家老师学会吗 你学会 哥 给我哭一个 你看你说哭一下啊 你没哭 怎么就要用啊 能懂吗 还是功能 所以比较好 好吧 大家 这是提高代码 不用性了吗 是吧 走你 就欧了 嗯 就欧了是吧 然后呢 面试的时候出来什么东西了呢 是吧 他根本搞了弄搞西的 搞了这么个东西 当时就吓死人了 他说 哎 当哪 是样吧 当在吗呀 来打印一下哈 叫做什么 说出语句叫做什么 知道 Person Person Run 就这么个东西 啊 这老师傻东西啊 哎 你那精彩能够在这呢 我没写啊 看老师 你看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带码块 懂吗 这个就是代码块 定义在类里边的代码块 啊 纠结了吗 啥意思呢 不是吧 编译 为什么要送我一S呢 那这谁干的是 按Ctrl S的时候啊 我的大拇指按Ctrl啊 没按上 却把S按上了 懂了吧 怎么回事 Ctrl S是一种常见的保存动作 你看吧 一般编码特别习惯的人 他们会养成一种特定的习惯 就是写两个三级线就会按一下 你懂为什么 要及时保存 懂啊 卡尔写的 想嘎一脚 把电源踢掉了 摆一嘎了 然后我再终于编辑要了命的东西 是吧 就怕网络反攻 编译 运行 哎 这小子居然运行了 而且居然运行在哪啊 是不是在这个哇哇的前面啊 好 这什么东西啊 而且俩对象是不是两次啊 给力啊 这是为啥呢 接下来我又整一个 我说干脆我再就个person 我试试 我也不掉用了 编译 运行 哎 是不是又来一次啊 对吧 看看看看清楚啊 这是一次啊 这是一次啊 这是又一次啊 呦 是不是创建几个地方掉几次啊 哎呀 我突发起响了 那要是这样的话 我干脆吧 我死胎提克 我VOID 我来一个事儿 那 你要干嘛呢 我不准备创建对象了 嗯 手软 你干嘛呀 我准备验证 那 这哥们真的和对象有关系 还整个 和整个类有关系 听懂我意思吧 哎 来谁呀 person.seo 是这样吗 OK 编译 运行 哎 爽了 通过我如此验证 我发现 这个小屁玩意儿 跟谁有关系啊 对象 和这有关系吗 没有 这欧了吧 而 他怎么样 是不是跟他有关系啊 对懂了吧 而且我发现 我创建几个对象 这个玩意儿 是不是掉了几次啊 对 对这个东西就叫做类中的这种独立代码块称之为构造代码块 大家为啥呀 因为 对象有关系的是不是构团数啊 构造对象有的函数嘛 对吧 大家说这个是构造对象用的代码块 哦 哎呀 啊 构造对象的代码块 而且你发现是不是创建几个对象的掉几次啊 干嘛用的呀 他是可以给什么 他是可以给不 是 所有对象进行出实话的 啊 初老师这不跟过一样吗 不一样 构造函数 看着啊 是 给什么 构造函数是给对象 那不 那怎么说呢 应该是 构造函数是给最硬的对象 怎么样啊 进行 针对性的什么 对 进 要 进行 针对性的出实话 进行懂了吧 你发现没有 第一个对象 他们是卑鄙默认值 第二个是忘彩的呀 不同的构造函数 但是怎么样 但是却是相同的什么 是不是构造代码块 对不对啊 听懂了吧 OK 所以呢 构造函数具备着 初始化的针对性 而构造代码块 具备着对象 初始化的什么 通用性 偶尾啊 一个是给男的初始化 一个女的初始化 这个事儿 男女都初始化 现在明白不 啊 嗯 行了 那么大家到这儿 你发现 所有孩子 是不是先生不哭啊 那就不用那废话了吗 别再构造还是把人弄了吗 多麻烦啊 弄哪儿呢 直接构造代码块里边 弄一次不就欧了吗 这样的话 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哭啊 是不是搞定了 哎 然后这里边 是不是针对数实话呀 所以嘛 你把共性代码 像这儿 构造代码块 为机抽取 构造还是什么定点 是不是全都是 特性代码块 哎 这就是构造代码块的特点 OK 走你 哎 得 怎么的了 忘那个取消注释了 看着啊 他们必须还得挖挖的啊 必须的 这个就很郁闷的 我这我这 是不是啊 仨函数都挖挖的啊 必须的 好了 这就是构造代码块 如果老师在函数里边搞了个这个 你觉得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 这个叫做局部代码块 这我讲的 是不是啊 干嘛用呢 限定局部代码的生存周期嘛 对吧 哦呢 三个代码块都讲完了啊 静态代码块 构造代码块和局部代码块 懂了吧 面试的时候啊 一般这么出是吧 搞一个 搞一个局部代码块 好吧 搞一个构代码块 搞一个静态代码块 搞一个构弹数 啊 同时操作同一个变量 静态的 问 操作的顺序 什么样 没了吧 问他操作的过程 谁先执行啊 静态代码块先执行 没了吧 请跟着 别着急 有没有对象还是问题呢 试试试吧 如果有对象 构造代码块先执行 然后谁啊 构造函数 听懂了吧 这一道搞清楚啊 行了 搞这搞定 对象 对象